大家好,我是曾英杰分析师,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10月起子今天开高走低,中场现货下跌了70点,10月起子则下跌了51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今天整个10月起子的变化,这是今天整个10月起子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盘价它叫8188点,也就是在8点45分开出来的,开完盘之后它其实往上拉,拉到8219点之后才出现卖压,最高价8219,9点29分出现,随即贯杀到最低点8047在10点40分,那贯杀到这里之后有稍微反弹,反弹震荡之后到了收盘,今天总共拉近, 下跌了51点,那么今天的行情呢,我们可以从走势图很清楚的看到,是属于开高,然后震荡压低的一个行情,区间172点。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走势图哦,我们除了要来分享,我们除了要分享我们今天的起子的一个当冲操作,以及的下半段的这个周选择权的布局之外,更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各位中秋节要来啊,各位我们来看一下,中秋节要来啊, 什么时候,就在这个礼拜天啊,中秋节就来啦,那中秋节呢,我想是一家人团聚的好日子,那很多人一直在说,中秋节到底要吃什么东西,要吃什么好料的?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轻松一点,除了为各位分享,起子的当冲操作,以及周选周选的布局之外,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中秋节啊,到底要吃什么好料的? 比较轻松的,大家轻松一点,中秋节到底团圆之外,大家要吃什么好料的?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好,那首先,上半段,我们现在看一下起子的这个当冲操作的部分哦,我想今天有一种人呢,收完盘,一定垂胸顿足,什么意思? 在今天的行期里面,我们可以很显然的看到,当然是做空的,比较有大钱可以赚,对不对? 但是在今天的行期里面,有一种人到了收盘,他一定垂胸顿足,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做空,可是呢,他却没有赚到钱 老师做空没有赚到钱,难道你是要告诉我他空在这里吗? 不是哦,他是在开盘没多久就去放空哦,老师开盘没多久在这个地方放空,应该是赚钱啊,因为这段杀很深耶,这段杀了172点耶,怎么会没有赚到钱? 各位,这个就是重点,我相信如果你是属于我说的这种人的话,今天仔细的看一下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个行情啊,其实啊,开盘之后呢,在8点45分之后,他横盘整理了多久? 横盘整理了将近多少?三四十分钟哦,拉近,这个地方哦,横盘整理多久?从这个8188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很黏啊,他横盘整理多久? 整理了大概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拉上去,来到了这个9.29分的819点,这个8.45到这个9.29分,有四十几分钟? 所以说很多人呢,那种属于乞性的,没拨很辛苦的人,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横盘整理地区,来,拉近,在这个横盘整理地区,因为黑股不转的扫,黑股不转的扫,在这里,他就进场去放空,那这个放空其实他没有错哦,整个拉远,在这个地方放空其实是空在高点哦,可是为什么他会垂胸顿足? 原因就是这一段快势急拉上去之后,他如果空在8188,他会被吓跑,会打到停损三十点,会被吓跑,然后后面杀下来这一段,完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因为是这样放空,没有赚到钱的话,麻烦的看一下我们的操作,我想今天这一种人呢,一定是最郁闷,最好有准的一顶人啊, 那是什么最好有准,因为你明明看空看到,空在这儿,结果呢,不但没贪到钱,又去用帮一刀,停损三十点出场,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看一下我们的操作, 我说过,其实真正其指的一个操作的输赢的关键啊,我每天都爱讲,各位,就在这两个字他就转折, 今天有很多人看对方向,可是因为点位不漂亮,所以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用试价去空的话,绝对会被扒到, 会被扒到,为什么,因为这一段从8188冲到8219,他冲了几点,冲了将近30点, 那这个地方你设个30点停损,绝对被洗出场,洗出场之后他就杀给你看, 所以我说了,每天旗子输赢的一个关键,它叫转折,那只要你能够抓到高低点的这个转折点啊, 你根本就不需要怎样,在那边冲来冲去,你根本就不需要试驾冲来冲去, 你可以很气定神闲的来操作旗子,你可以用以一代劳的方式, 在8点46分,完全的攻略当冲,那要怎么做,来拉近, 我说了,我们这一套系统,曾老师的先人指路的一个转折指标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很简单,按照先人指路精装版的转折指标操作的会员朋友, 你就不需要去操作任何的市价单,完全不用操作市价单哦,仔细听哦, 市价单有滑价的问题,你也不需要去追价,追高杀低,都不需要, 你只要怎样,按照我们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在8点46分就公布出来的数据,压力点去放空, 那支撑点干什么,去做多就可以了,那成交之后当然,一定要设25点停损, 一定要设定25点停损,这个就是我们的怎样,转折指标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接着你来看哦,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个单的, 我说今天有一群人啊,如果你是在今天早上啊,去放空被扒到停损的话, 然后后面杀下来没赚到,看到这个非常的怎样, 非常的垂胸顿足的投资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套系统, 你为什么会需要他,如果你今天拥有他的话,我告诉你, 你今天绝对会是全市场最幸福的一群人,因为他同样是做空, 可是因为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一样,空的点位不一样, 所以咧,有人笑,有人哭,空的不漂亮的点位了,他就哭, 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空队了,可是被洗出场,再杀下来, 他当然会哭,那我们是怎么做的,来,仔细来看哦,来, 今天的高点预判,你仔细看,这个就是抓转折的一个方式, 在8点46分,我们这一套系统算出来的压力位置, 他叫8214上下两点,有没有很清楚, 8点46分压力位置8214上下两点, 接着干什么,你就可以开始怎样, 在8点46分就预挂这些点位来做空, 也就是说,当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他叫8188点, 我们的系统算出来的这个压力点拉近, 他叫8214点,当8点46分公布这数据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 当然如果你是电话下单的话,就打给你的营业员, 做一件事情, 麻烦把我预挂8214空单进场, 麻烦把我预挂8214空单进场, 如果你是网路下单,一样可以透过网路, 来预挂8214来做空, 那各位可以看到, 空在8214跟空在8188, 这个境界当然就不一样, 你空在8214, 你会发现空的很轻松很愉快, 瞬间马上击杀172点, 空在这里杀下来只是赚多或赚少的问题, 绝对赚得到钱, 但是如果你空在这里, 很有可能被洗出场之后, 他才杀下来,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转折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空点, 转折点不一样, 进场的点位不一样, 你的精神压力就会不一样, 你空在这个点位, 以及空在8188, 他的一个压力就自然不一样, 当你空在8188冲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被洗出场, 可是如果你空在8214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轻松, 很简单, 行情怎么一下子就杀下来, 你马上就看得到效果, 简单清楚赢得到, 一笔单就是至少两口大台子, 那么当然在昨天有一位这个投资朋友, 他看了我节目看了很久, 他发现我在今年啊, 5月6月7月所做的这套系统, 他叫仙人植物的金装板, 在8月隆重登台之后, 他仔细看了我节目, 看了快两个月, 8月认真看, 到现在9月, 他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 他说老师啊, 你这个转折指标, 我每天都爱看,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请你提出来, 尽管讲, 就像今天, 老师, 今天啊, 这个8214拉近, 你在一开盘的时候, 公布出来的时候啊, 他这个开盘价的点位是在8188呢,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不就一直在家等, 等多久, 等40分钟, 今天说完盘之后他跟我聊天, 等40分钟, 我说兄啊, 要等40分钟啊, 结果这个投资朋友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啊, 不过在那等很无聊的, 我听了很想笑, 在那等很无聊的, 这个是很多投资朋友的坏习惯, 什么坏习惯, 没有耐心, 贪赌诚信, 没拔会死, 没拔很难口, 啊怎么说, 只要看了行情, 开盘啊, 就随时的想要进去放空或做多, 一刻也不愿意等待, 我说啊, 虽然说这个要等, 我后来跟这位投资朋友讲, 没错啊, 我们的转折指标都是开盘之后, 你必须要去预挂, 而且必须要耐心的等待, 结果这投资朋友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老师啊不过在那等很无聊的呢,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告诉各位, 我宁可带会员无聊的胜利, 虽然早上他在这边横盘整理很无聊, 但是我宁可带着会员空在相对安全的一个点位, 在这等会有点快, 等会没了解, 没了解嘛, 你听我的意思吗, 你不允许等, 你用刺激的转来转去, 就常常去用巴, 常常受胸, 这个是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在电视节目上告诉过各位, 各位, 我宁可怎样带着会员无聊的胜利, 我也不要刺激的惨败, 我也不要刺激的惨败, 所以说今天这笔单空完之后, 各位补在哪里, 接着我们来看, 8点46分, 8109, 一样你不用拆, 这个点位当然没有命中今天的低点, 而且这笔单它是挺顺的,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总结, 8点46分, 我说了我们在821是空完之后, 他杀下来之后, 你要不要拆低点, 不用拆, 你就完全按照系统, 自己都不要个人的想法, 他告诉你什么价位, 你就用什么价位下去做, 8点46分, 你可以看到预挂做多点位, 他要8109, 好, 很简单, 8109点你就给他补掉, 你空在821是空到之后, 8109开盘他告诉你这数字, 你就是这个数据下去回补掉, 回补掉你发现什么, 他整个大跌了210点, 那8109的一个空单, 这是我写, 8109这边, 这边呢就接着做多, 814放空嘛, 8109补掉, 接着呢, 8109呢, 你就要这样, 在这个支撑区, 去跑去做多, 那我们也一定会给一个停损价拉近, 这个多单的停损价他叫8084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笔单他确实是停损出场, 没错哦, 那损失几点, 25点嘛, 损失25点嘛, 因为我们最大损失就是设定25点的一个停损, 所以这笔单多单有停损, 没错, 那我们来算一下, 停损25点一笔单至少两口, 他叫50点, 可是这边赢的, 去扣掉这边损失的, 今天还是不是一样有收获, 是不是一样还是大跌160点, 这对与错啊, 我们在电视节目上都清清楚楚, 都清清楚楚, 各位拉近, 这个地方有停损, 电脑的画面也是停损, 我们确实这笔单今天就是停损25点出场, 可是你要是今天能空在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有享受到这么一大段的行情, 先把210点放在口袋, 就算这25点两口单50点给他,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比赛是看结果,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们比赛看的是结果, 不是过程, 过程虽然有受伤, 可是结果是对的, 我们今天还是有3万多块的机会啊, 而且这个对与错, 我们都清清楚楚, 对跟错我都完完全全, 实实在在在节目上讲, 所以我说, 每一天的操作啊, 很多人来都喜欢怎样, 用冲来冲去的方式来操作棋子, 那我想请问各位, 用这样的方式在今天的行情里面, 你到底是贏了几点去吃? 这很实在的问题嘛, 你有贏了这么多点吗? 有没有赢这么多点? 我想这个投资朋友你自己最清楚,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要冲来冲去? 操作棋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 这个我每天一直在强调, 操作棋子绝对不是为了刺激, 操作棋子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是为了这样累积财富, 是为了累积财富, 你出手的频率越高, 你那个错误率就越高, 这一定的, 我没有听人家说什么出手越多次, 他对的机会越高, 绝对不是这样, 他那个期望值, 你是有空去算一下, 对跟错假设都用1分2, 假设你是用猜的方式, 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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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一次都要对, 以及每一次都要对的这个机会, 你看那有多低, 所以说这个对跟错, 我们不要求烫数多, 我们要求的是怎样, 很扎实的点数, 很扎实的点数, 当然我们还是做一下强调, 我们电视节目上, 所有的这个专业操作分析, 不管输货赢, 我们都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怎样, 涨跌点数,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写大跌160点, 并非怎样, 论述操作绩效点数, 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 绝非保证确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那么我想我在今天, 又很清楚的表明了我的一个立场, 当你在使用我们这套系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可能每天都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开完盘之后, 你就必须要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 去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像今天, 你就必须要先去预挂的方式, 预挂这个点位干什么, 来放空,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像昨天这位投资朋友, 他就打电话来, 他说那不是等的过程中, 不就很无聊, 有时候不见得会来, 对啊,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胜利, 那就算他很无聊又怎么样, 我们的结果是胜利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如果这个耳后, 投资朋友如果你来说, 那每天会不会带我们做很多趟, 不会, 我们绝对不会做很多趟, 因为我们求的是什么, 我们求的是胜利的结果, 我们求的是胜利的结果, 绝对不是怎样, 像很多投资朋友喜欢刺激的惨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今天你又验证到了, 我们这套系统的精准度, 空在8214, 今天最高叫8219, 当然补的点位不漂亮, 而且有一笔小赔,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对跟错, 我们清清楚楚的在节目上公布给大家知道, 对跟错的结果, 今天叫大跌160点, 像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到底值不值得你来认同, 来参与, 我想这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利用这几天, 好好的去想清楚, 特别是接下来这个中秋节, 真的要好好想清楚, 那一直输入, 那不是办法, 一定要有一个新的改变, 那这个新的改变, 我说了, 这个过几天, 大家就中秋节了嘛, 对不对, 来, 这个地方的老师, 先提前跟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 这中秋节大家会吃什么东西, 中秋节快乐, 是来烤肉的, 大家作为烤肉来吃烤肉的, 还是说一起的, 大家一起来吃月饼, 除了吃烤肉, 除了吃月饼, 你还想要吃什么呢, 各位, 在这个地方, 曾老师要给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哦, 这个好消息啊, 这个中秋节到底要吃什么好料的啊, 要吃什么好料的啊, 利用这个中场资讯啊, 绝对是天大的一个怎样, 一个惊喜跟好消息啊, 待会中场的资讯啊, 请你务必的怎样, 善加把握利用,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九九, 健康九九,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曾老师祝全国投资朋友中秋节快乐, 七八八专案, 七八八专案, 吃饱饱专案, 棋子特会讯息, 周选择权讯息, 棋子操盘软体, 一举三得, 一鱼三吃, 一次让你吃饱饱, 三样通通拥有, 三样通通拥有, 现在马上拿起电话, 抢得先机, 先赢再说, 立刻来电,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哇,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弹, 因为我有, 沙拉沙拉水墨力, 日本专丽玻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谈恋爱, 真的好弹哦, 沙拉沙拉水墨力沐浴如, 哪家手机化费最便宜, 可以吃到饱啊, 是远传, 台阁大, 还是中华电信, 都不是, 想要假巴巴, 吃饱饱, 就找曾老师, 曾老师给你七八八, 七八八, 吃饱饱, 假巴巴, 期货给你特惠服务, 周选泽权送你, 操板软体, 曾老师七八八, 吃饱饱, 让你几次吃饱饱, 请播, 02-2578-3777, 2578-3777, 奶酪妹, QQ, 红豆哥, 香香, QQ, 香香, 香香配QQ, 爱之味奶酪红豆, 香Qmuchmuch, 甜蜜的邂逅, 爱之味奶酪红豆, 爱之味, 其王团队, 期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试价进出, 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横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鸡不可施, 横, 顺势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期货, 选就选, 最好的骑王团队, 请播, 02-2578-3777, 2578-3777, 谢谢你, 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 精选万丹红豆, 自然食材, 先煮, 后焖, 嗯, 浓浓红豆香, 水当当好气色, 万丹红红豆水, 诶, 哪家手机化费最便宜, 可以吃到饱啊, 是远传, 台阁大, 还是中华电信, 都不是, 想要假爸爸, 吃饱饱, 就找曾老师, 曾老师给你七八八, 七八八, 吃饱饱, 假爸爸, 期货给你特惠服务, 周选泽权送你, 操板软体, 曾老师七八八, 吃饱饱, 让你几次吃饱饱, 请播, 02-2578-3777, 2578-3777,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新五六六, 洗润法乳, 添加乳油木果油, 润泽加倍, 凶护零毛皂, 五六六, 洗法就可以让你惊艳哦, 五六六, 洗润法乳,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我到节目现场, 记住一件事情, 岂止的当充操作, 想要成为长长久久的赢家, 只有一个秘诀, 就是要把转折给抓好, 每天的高点转折跟低点转折, 如果能够掌握得宜的话, 善用工具来掌握得宜的话, 你会发现今天的行情, 各位, 你会在今天的早上拉近, 会知道8214,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空点, 并且开盘的时候, 马上就去预挂, 利用网路下单也好, 电话下单也好, 你可以很轻松很自在的, 七早八早就挂着等, 然后先去做自己的事情, 轻轻松做他两趟, 纵使有一段是小赔, 你还是能够得到对的结果, 对的结果, 这对与错我们都清清楚楚, 所以说棋子的操作, 其实不需要探数太多, 关键的转折, 你抓得漂亮, 你就会发现, 经常都会赢得很轻松, 而且不用急急营允, 不用在乘工, 不用在乘10择8择, 都不用, 一两择就够了, 各位, 这一两择有时比那个有什么, 有的人在乘10择8择, 贏得更多, 因为怎样, 点位抓得漂亮, 你自然就不需要探数多, 这是棋子的部分, 那么周选择选的布局的部分, 我们今天有做了一个策略的调整, 为什么要做策略调整, 因为接下来, 中秋节他会有连续假期, 这个连续假期, 又多了一天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今天有做一个调整跟重新布局,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我们平常时一定做卖方, 这个9月第5周, 我们一样今天做出一个卖方热市策略,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把昨天布局的部位全部出清之后, 今天做了一个重新布局, 这个布局的内容如下, 这边先盖起来, 这个地方, 我们下去操作, 这个地方我们也下去操作, 那到底是操作什么, 今天重新布局的内容, 我们一样去空买权, 也去空卖权, 这点数都在这里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赢取时间价值, 这9月第5周, 这个怎样, 周选择权, 我们今天重新布局, 那这暂时我们不公布, 确保这个怎样, 会员朋友的一个权益, 那今天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我说了, 其实我们的选择权啊, 真的是买方也做, 卖方也做, 不是说很单纯的, 只是做买方而已, 为什么, 因为卖方在平常时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啊, 事先的规划好, 要来怎样, 赢这个时间价值, 时间价值赢起来之后呢, 下个礼拜二礼拜三, 买方的成本你自然就会降低, 你可以拿你赢到的, 这个时间价值的钱, 去布局了, 下个礼拜二我们要出手, 做买方的这个成本, 把赢来的钱, 再拿下去怎样, 投资做买方, 买方如果在做对的话, 他就是怎样, 三倍五倍七倍八倍, 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样子的话, 是拿赢的时间价值的钱, 来去操作买方, 你就会发现, 真的你几乎没有拿什么本钱出来, 就可以享受到翻倍的机会, 例如说9月16号我们做了这一组策略, 如果你习惯, 做买方的时候一次做十口的话, 那请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布局十组, 到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部位基本上两边都快变零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这些迎来的时间价值, 去干什么, 去拼买方啊, 翻倍的机会, 那纵使做错了归零, 也不会损伤, 为什么, 因为你是拿这些钱啊, 去做买方, 这样子归零的话, 你就不会痛, 每个礼拜都会有这样的策略, 我们都会抓一个区间, 像这上个礼拜我们抓了这区间, 完全就把这两边的权利金, 全部收进口袋, 在上个礼拜, 9月10号,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策略, 790到8450, 抓这500点的区间, 也将这两边的权利金, 全部都放在口袋, 把这些放在口袋的权利金, 你再拿出来怎样, 礼拜二礼拜三, 接近结算的时候, 你再去拼买方, 拼翻倍, 就算你不小心看错了方向, 你纵使那笔权利金全部归零了, 你也没有损伤, 为什么, 因为这些卖方的时间价值, 你早就在礼拜三礼拜四, 新仓开仓的时候, 你就进去布局了, 等到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以放像银行, 一笔钱放银行的这种概念, 下去收取这个利息, 大概有10%, 将这些钱再去做买方, 各位这讲得很复杂, 没错, 但是如果你们, 跟着专业人士来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子做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说在这个中秋节即将来临的前夕, 各位, 曾老师除了要跟中秋节, 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之外, 更重要是除了吃烤肉, 除了吃月饼, 你还想要吃什么, 我说了中场有一个好消息, 曾老师要请你吃东西, 要一次吃个够, 一次吃个够, 那到底要吃什么好料的, 很多事情节目上不方便讲, 如果你想要一次吃个够, 利用这个中秋节的话, 中场的资讯啊, 天大天大的一个好消息, 上加把握, 我们明天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 股胜绿咖喱新上市, 曾老师祝全国投资朋友中秋节愉快, 中秋节愉快, 七八八专案, 七八八专案, 吃饱饱专案, 各位认证听, 旗子的特位讯息, 周选择权的讯息, 旗子的操盘软底, 通通一次拥有, 一举三得, 一鱼三吃, 一次让你吃饱饱, 吃饱饱专案, 也就是七八八专案, 抢得先机, 先贵再说, 抢得先机, 先贵再说, 现在心动的话, 不如马上行动, 拿起你的手机, 立刻来电, 立刻来电, 把这个电话拨通就可以了,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